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刚刚知名明星王一博现身桂林 今天真是激动人心啊 大家熟知的明星王一博竟然现身桂林了 吸引了一大批粉丝前去接机 你是否有幸偶遇了他呢 王一博又要开始新的征程了 这次他从北京飞往山水甲天下的桂林 一大早 他就以一身黑色户外装扮亮相机场 头戴那顶标志性的Palace家棒球帽 身穿长袖长裤 脚踏涉水鞋 户外背包依旧背在身上 真是帅气逼人 一看这身专业的户外装备 就知道他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而是有备而来 准备带干异常 尽管桂林今天暴雨倾盆 但粉丝们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他们早早地聚集在桂林机场外 只为了一睹王一博的风采 可以想象 当王一博走出机场时 那场面该有多么震撼 据网友透露 今天中午10分 桂林机场外面就围了不少粉丝 等待王一博现身 据知情粉丝透露 王一博此次来桂林可不是为了拍电影或录节目 而是要继续他的探险之旅 他将参与Discovery频道的一档野外探索类纪录片录制 继续他上次在海口未完成的冒险 不得不说 他选择的录制地点确实很有挑战性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 这次探险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说到桂林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那如湿如画的山水美景 但别忘了 这个季节的山里 虫子也是不少的呢 想象一下王一博在森林里穿梭 既要欣赏美景 又要提放那些可能随时出现的小生物 这画面是不是有点搞笑又刺激呢 虽然王一博曾表示过对虫子的恐惧 但我们相信他一定能够克服并勇敢面对 而粉丝们也纷纷提醒他要注意防晒 毕竟之前的海南录制让他晒黑了不少 不过看来 王一博似乎更享受探险的乐趣和挑战自我的过程呢 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的户外穿搭真的很有品味 他的棒球帽不仅遮阳还彰显个性 长袖长裤防虫又护肤 涉水鞋则是他探索世界的得力助手 每一件装备都透露出他的专业和对此次探险的重视 这两天的王一博可谓是忙碌又活跃 不仅舞台秀让人回味无穷 各种代言也铺天盖地而来 而这次他又将踏上新的探险之旅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太多他的消息 但相信他一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彩和收获 说起王一博 这位1997年出生于河南洛阳的年轻艺人 不仅是中国影视男演员 流行了歌手 还是职业摩托车赛车手 以及男子演唱组合UNIQ的成员 自2014年以UNIQ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以来 他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娱乐圈展露头角 今年他主演的热播电视剧《追风者》更是惊艳了无数人 让人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如今越来越多的明星选择来桂林拍戏 拍综艺或旅游 这无疑也为桂林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王一博的到来更是让粉丝们 屈之若雾纷纷来桂林打卡旅游 感受这片山水假天下的美丽与魅力 感谢观看